李鸿章传 白话文 梁起超原著 乌满蓝将翻译 第五章 军事家李鸿章 下 免军的猖獗 李鸿章以前平免诸将的诗档 曾国藩 李鸿章平免策略 东免之意 西免之意 收复南京之后 中国的战争减少了一半 尽管免军还在作乱 中国还没有获得安宁 免军的造反 开始于山东的无业游民 在咸丰三年时 洪秀全攻占了安庆 南京 安徽全省都被震动 年党趁着这个机会 在宿州 豪州 寿州 蒙县等地造反 横行于安徽 山东 河南等省份 到处抢劫 政府军无法控制 其中奉朝廷命令前往都市搅拧的人 总是被碾军进攻打败 因此 他们的棋言越来越猖獗 到咸丰七年冬天的时候 碾军的骑兵甚至侵扰到直立省大明府一带 北京也因此而戒严 现在 将从碾军造反开始 到李鸿章都市之前 朝廷每次所派遣的嚼年统帅列表如下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 咸丰皇帝离开北京 前往热河避难 年党趁着这个机会 侵入山东境内 在济宁展开抢劫 德棱额帅部和他们展开战斗 惨遭失败 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庆受朝廷指派率领部队 追击各路碾军 有骁勇善战的名声 同志二年 太平军几位将领陈德财 蓝成昌 赖文晃等人 率部和碾军合成一股 碾军头目张宗宇 仁柱 牛洛江 陈大喜等人 各自率领几万碾军 出没于河南 山东 安徽 湖北等州县 行动迅速 就像暴风骤雨一样不可琢磨 政府军疲于奔命 同志三年九月 一部分碾军进入湖北 在襄阳 隋州 金山 德安 英山 黄州 晋州等地 大肆抢劫 舒宝战死 僧格林庆的部队 也多次被击溃 僧格林庆治的人 勇敢强悍有余 但不学无术 部队的纪律很差 每到一个地方 奸淫烧杀 和太平军 碾军 没有什么区别 令湖北人民大失所望 当时南京刚刚收复 太平军的余党 有数万人并入碾军 转入河南 山东等省 对城市展开抢劫 同志四年春天 僧格林庆一直坚决地率领青旗兵 追击碾军头目 一整天行军三百里 到曹州的时候 部下大多情绪怨愤 4月25日 僧格林庆中了碾军头目的计策 部队大败 僧格林庆拼死作战后 从马上落下来阵亡 朝廷在震惊至于加以追悼 并火速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 督办直立 山东 河南等省的军务 又命令李鸿章 熟理两江总督 为曾国藩负责后勤保障 从前官军对碾军的战略只有追击一条 常常劳而无功 有时也堵截一下 但也仅仅是权衣之计 无论是功还是手 不是看着碾军实力增长 就是盲目采取行动 使自己的实力受损 从来没有过全局规划 设定固定战略 因此缴了十多年 一点成就也没有 自从曾国藩接受任务以来 才开始制定大包围限制其活动的战略 计划将敌人堵在一小块地盘上 然后可以聚集优势兵力歼灭他们 李鸿章秉承了这一战略方针 才取得了平定中原的工业 曾国藩是位君子 常常以兢兢业业 持影宝泰 急流勇退的信条 自我鞭策 在收复南京之后 他平生的志愿已经得到实现 便希望能够功成身退 在僧格林庆阵亡之后 碾军的势力已经逼近京城 形势变得危急 曾国藩在败军之际接受任命 一不容辞便勉强赴任 但他认为 乡君士气已经越来越低落 不能再打仗了 因此逐步将乡君遣散 只用怀军奔赴前线 从曾国藩接受这一任务的那天起 他就希望把这个位置让给李鸿章 让他成就工业 这个愿望等了很久 到同志五年十二月 曾国藩称病辞去职务 朝廷命令李鸿章代理钦差大臣 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的职务上 负责后勤保障 李鸿章搅碾的战略是这样的 他认为 碾军已经成为流寇 设法阻止他们继续流窜 然后集中兵力共同进脚 是最好的方法 明朝的孙传廷曾经说 剿灭流寇就要把他们逼入绝境 在他们就要父王的前夕加以进攻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而是靠激烈的战斗去争夺胜负 就算是打赢了也不可能彻底平灭流寇 李鸿章使用了孙传廷的办法 在同志四年十一月 曾经向朝廷上奏 称 必须将碾军逼迫到地形复杂的地方 然后故意放弃地盘诱敌深入 最后集中各省兵力 从各个方向将其包围 后来他能够成功 都是因为这种战略起效果 那一年五月份 仁柱 奈文晃等人率领大队人马 深入山东 李鸿章命令潘顶星 刘明传等人尽全力追击 想把他们围困在郊东海边 然后在郊州 来州的交通要道 想办法围困住他们 让他们向北不能靠近首都 向南不能突入淮南 六月份 李鸿章亲自率军抵达锦宁 在分析了当前形势后 认为仁柱 奈文晃的部队 都是经过数百次战斗保存下来的精锐 再加上一些散兵游泳的老兵体 既狡猾又凶悍 不能小看他们 如果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包围他们 又包围得过紧 包围圈太小 就会使他们看穿计谋 一定会着急突围 迅速跳出包围圈 导致全局形势再次不利 于是 制定了先在运河上设防 以截断东免军退路 再在郊州 来州等地设防 截断交通要道的战略方针 当时的山东巡抚丁宝珍 一心希望把免军赶出山东省 对李鸿章的战略措施 表示强烈反对 七月份 免军突然袭击为和 山东省防军的将领王兴安 驻扎在戴庙 放纵免军渡河 导致郊州 来州的防线崩溃 于是 谣言四起 朝廷对李鸿章严加责备 甚至出现了改变战略的建议 李鸿章再次上奏 认为免军围绕着运河来回侵扰 政府军到处围追堵截 对于当地虽然有些骚扰 但受害地区仅仅局限于几个县市而已 如果将他们放到运河以西 那么将会有几个省份受到骚扰 都是国家的土地 都是一样的人民 不能区别对待 于是 朝廷才坚持原来的战略 没有更改 10月13日 刘明传在安邱 维县交界处 和免军激烈战斗后获胜 24日 刘明传率部追击 倒置干于 和骑兵统戴善庆奉勇作战 在战斗中击毙了人柱 从此东免军的势力大为削弱 28日 潘顶兴在海州上庄的战斗中 消灭大批飘悍的免军 11月11日 十二日 刘明传 唐人连等人在违线 寿光等地从侧面进攻敌军 战斗打了一天 年军军军心动摇 投降的人很多 此后 郭松林 杨顶勋 潘顶兴等人 连连获胜 到二十九日 刘明传 郭松林 杨顶勋等人 率部追击了七十里 到了寿光地区的弥合 才开始战斗 打了一阵之后 又追击碾军四十多里 消灭了将近三万人 碾军的精锐武器 马匹 资重 都丢了个干净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称 我军士兵回到军营后 我亲自去慰问 将士们都又累又饿 面无人色 在弥合战败后 赖问晃落水未死 又纠集了一千多骑兵 冲出了六堂河的防线 黄义生 刘炳章 李昭庆等将领 率领水军 骑兵 步兵 跟在后面猛追猛打 赖问晃只剩下几百人 被迫逃进高市水乡 李鸿章先前派遣的淮军华自营 统代吴玉兰 正好在扬州运河防守 各部队一同进攻 前面的堵截 后面的追击 十二月十一日 吴玉兰在战斗中 活捉赖问晃 东联军终于被全部消灭 山东 江苏 安徽 河南 湖北五省 终于获得了安宁 李鸿章上奏章汇报胜利后 在后面陈述了 他的部队受命较年以来 在几个省的范围内奔波 转战了好几年 每天要行军进百里 忍受饥饿 忍耐寒冷 还要忍受指责和谗言 忍受人生中从未经历的困苦 刘明传 刘炳章 周胜波 潘鼎兴 郭松林 杨鼎勋等人 都多次申请离职 李鸿章请求朝廷准许他们稍稍休养一下 不要再派遣远掉的任务 并以祭劳成吉的借口 为刘明传代请假三个月 从同志七年正月开始 张宗宇率领的西年军大部队 突然从山西渡黄河向北 逼近北京城下 北京为之大震 初七 初八 朝廷多次下命令 给刘明传 山庆等部兵 骑兵各营 催促他们 迅速奔赴河北 剿灭西年军 李鸿章因为刘明传病困 正在休假 不忍心调他作战 于是率周胜波的盛传马步十一营 潘鼎兴的鼎字全军 以及山庆 温德克勒西的骑兵部队 陆续向目的地进发 由东阿渡过黄河 又命令郭松林 杨鼎兴 整顿大队人马 随后跟进 剿灭西年军的战役 要比剿灭东年军更加难打 黄河以北地区都是平原 没有高山 大河来阻碍敌军 张宗宇这个人 狡猾且善于作战 他在北方平原作乱 抢了很多的马 行动迅速 瞬间便能出现在百里之外 想要搭建一些土围子 来困住他们 地形却不允许这样做 而且 他们鉴于忍住 赖文荒覆没的教训 一见到政府军要包围他们 就立即拼死突围 不给政府军任何机会构筑攻势 这是第一大难题 二来淮军的士兵都是南方人 和北方地区的风气 习俗大不相同 南方人的脾气 口音和北方人难以调和 而且吃米吃面 饮食习惯也不一样 马队技少 草料也难以解决 这是第二大难题 鉴于这样的情况 李鸿章便申请实行兼臂亲野的策略 他认为 从前人住 赖文荒的碾军部队 在中原树省流窜 比起官军 他们更害怕成寨 河南东部 安徽北部 民风强悍 被碾军荼毒久了 便开始逐渐构建堡垒 成寨 因此 碾军只能一过就走 不能久停 这几年里 湖北 陕西 被侵扰得最厉害 因为那里 没有坚固的成寨 现遭又来不及 碾军在那里抢够了 使得势力大为扩张 直立 山西 向来没有匪患 百姓性格懦弱 不知道 劫债自保 张宗宇是个穷凶极恶的狡猾匪徒 南面又有黄河阻碍 一定使他在黄河以北到处横行 百姓受到蹂躏 而惊恐万分 这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实在是可悲可叹的事情 自古以来用兵 必然要进行双方的实力对比 现在看来 碾军未必比我军强 但他们马多 我们马少 在这方面相比是差了不少 他们可以随时随地抢粮食 我们只能就地买粮食 反贼经常能吃饱 我们的战士却经常要挨饿 这方面 我们又比他们差 今天想要断绝反贼的粮食来源 马的来源 只有劝河北的绅士和百姓 抓紧带碉堡 构筑成债 一旦听说反贼要来的消息 立即把马匹和粮食藏进去 既可以保护自家安全 还能把反贼置于绝境 西碾军的平定 确实有赖于这条政策的实施 4月份 李鸿章申请由刘明传 负责前线各部队的指挥 朝廷同意之后 敦促其立即赴任 李鸿章命令淮军和直立 山东的民兵 沿着黄河 运河 构筑长墙 伸钩 来围困免军 李鸿章经常派出部队 轮番进攻 轮流休息 那些长时间追击免军 已经疲惫到必须休息的部队 就在运河东岸 选择险要地形驻扎 等免军逼近的时候 立即起来迎战 改缴围防 又派张耀 宋庆 分别驻扎在夏京 高唐一带 陈文炳 驻扎临县 吴乔一带 负责替防守运河的部队做掩护 左宗棠也派出刘松山 郭宝昌等部队 再从连镇北部到苍州一带的河东岸分别驻扎 和杨鼎勋等人的部队 就近侧翼 安排好了这一切后 才开始进兵搅拧 五月份 一部分免军向西北方向流窜 各部队分头拦截 多次获得胜利 李鸿章便趁着黄河进入汛期水位上涨的机会 缩小了包围圈 以运河 作为外面的包围圈 将丝线 夏京 高唐的马甲河 结长不短 作为内部的包围圈 将免军向西南方向进逼 层层射围 五月 六月期间 各部队连续获得胜利 免军的势力逐渐削弱 投降散落的人 逐渐多了起来 六月十九日到六月二十二日 政府军乘胜追击免军 连续获得胜利 二十三日 张宗宇杜河向西南方向逃窜 二十四日 由平原县 逃到高唐县 二十五日 潘鼎星追击了一百二十里 冒着大雨抵达高唐县 免军已经转移到薄平 清平一带 想要进攻运河 而政府军早已经在马甲河西北岸 构筑了数百里长的长墙 足以困住免军 等免军发掘的时候 他们已经进入了包围圈 活动空间越来越小 马上就要陷入绝境 当时的各路追兵 都已经疲惫不堪 李鸿章便派刘明船 率领升力骑兵参战 士气顿时大振 二十八日 把碾军围困在黄河和运河之间的狭小地区内 刘明船调集骑兵 步兵进行攻击 追出去几里地 碾军恰好遇到东边来的郭松林部队 被拦住去路 加上河道勾插纵横 到处都是泥泥的沼泽 刘明船和郭松林的骑兵部队 共五六千人 来回进行反复攻击 杀死 活捉碾军无数 张宗宇仅仅带了数十名骑兵向北窜逃 很快便投水自杀 西免军就此被消灭 中原地区获得了安宁 八月份 李鸿章奉旨进京述职 李鸿章的用兵之道 事先进行详细策划 然后再行动 对敌人的了解和判断十分准确 因此打了十五年仗 从来没吃过亏 虽说他很幸运 但也是和人的努力分不开的 他在剿灭太平军的时候 以三座城市为倚靠 仅用了一年 就扫平了整个苏南地区 在剿灭碾军的时候 面对横行了十多年的强劲敌人 令各位名将束手无策的对手 也只用了一年 就消灭了他们 简直就像上天已经设定好了一样 他对待部下 都用朋友道义 和他们交往 相亲相爱 如同自己的骨肉 因此 下属都乐于为他效命 是一个真正善于统帅将领的人才 不过 李鸿章的军事生涯 是和曾国藩同始同终的 不只是推荐人和从事者之间的关系 在他肃清苏南太平军的时候 都是由曾国藩统筹大局 肃清长江上游太平军 由曾国权的部队围攻南京 牵制敌军兵力 因此使得李秀成疲于奔命 李鸿章才有戏可乘 他在剿灭碾军的时候 秉承了曾国藩所制定的战略 而之所以有充足的良想供应 都是因为有一位好两江总督 在后面支持 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除此之外 李鸿章在曾国藩军中多年 既学会了许多道德义理 也学会了带兵打仗 他一生所践行的吃苦耐劳 任劳任怨 坚忍不拔的精神 和他推成布公 团结部下的制军方法 风格 都是从曾国藩那里学来的 因此 先有曾国藩的教育 才有李鸿章后来的造诣 他对待曾国藩 像父母一样尊敬 像神明一样敬佩 不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吗